哈囉大家好我是Pietboy好久不見啦各位來吧 我們今天來玩一下手遊啦 好久沒有來玩廣告手遊了 之前都在玩Steam的遊戲 那最近有一款廣告打得好像非常大 不過在前幾天有出了啦 然後我們剛剛在下載的時候發現 這款遊戲竟然有100萬次的下載 那不是剛出不久而已嗎 100萬次耶這什麼數字啊 難道說 反正不管怎麼樣我們玩家就知道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款遊戲是在玩什麼 看上面感覺好像就是一個 掛機手遊推關卡的對不對 人類和魔獸襲擊了你的家園 你是唯一的信任者決定拿起武器 我是卡皮帕啦 然後呢你發現了一個被遺棄的馬車 什麼都沒有發現 第一天下一天 你遇到一個老練的哥布林戰士 你們切錯一下獲得一些戰鬥卡 攻擊力加7% 一個蘑菇先生隔壁嗎 想收你圍圖被你挽拒了 你覺得他不像 他是不是在臭 這個 這個太那個了 你感到十分飢餓踩了一些野果汁 結果是有毒的野果 最大HP減5% 這該不會再修仙吧 等一下 然後是遇到一位神秘的史萊姆老者 他向你傳授一種史萊姆魔法 你的能力得到的提升加7% 你從一個流浪商的那邊買到一張藏寶圖 據說能拿到金幣之拳 但你怎麼也找不到 你發現那個小仙靈 有了 你需要向女神獻祭獲得一個新的技能 然後呢 喔 獻祭生命 獻祭攻擊 那獻祭生命啊 滿意的點點頭 獲得了森林的祝福 能力是什麼 選擇 喔 其中一個 攻擊達到30回復生命吸血 首次達到30回合 回復10%持續三回合 每兩回合任聚版飛鏢 所有飛刀都使敵人中毒 這個中毒有傷害嗎 不是很了解 那我們先來選個吸血吧 好 然後呢 鬼衣的骸骨向你逼近 他們拿著武器 顯然不是為了你嘘寒問暖 戰鬥 1 看他吸多少 2 這是第二下 HIT 是同一隻角色 我要打到三下才算 選擇技能 戰鬥開始時攻擊翻倍 怒氣100% 每次釋放怒氣-25 普通攻擊額外恢復25怒氣 先攻擊力翻倍吧 這樣直接一發就可以帶走 先加數字 然後呢 一種強壯 戴著奇特帽子的史萊姆衝向 你看來一場戰鬥 再所難免 這個遊戲類型 滿酷的喔 不太一樣喔 至少這個部分不太一樣 上面還蠻像的 就紮童小異 你撿到了有魔力的鏡子 他說你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動物 你發現了一個森林之女 你可以向森林女神取打 需要一些勇氣 祈禱 開始 啊 有機會是失去15%生命值 生命值加10% 那都是好啦 應該不會那麼衰吧 然後通常第一次應該會給我技能吧 不可能沒給我技能 還給我扣15%吧 還行 100 所以是我又升級了嗎 釋放怒氣時 兩道閃電 攻擊防禦UPUP 技能傷害 那我們來 呃 好 這個算肉哥嗎 然後你在山洞中救了一個精靈公主 他贈與你一件珍寶 你看到一個傳說的傀儡巨人 那是古代 哇他每天好豐富喔 天啊 前方有敵人去攔路 主好主動攻擊 喔這邊是 問號的話是給你刷新 或是給你 打架的地方 戰鬥開始是釋放三道閃電 給你閃電 OK 天壘 營地 休息 回血30% 暴風 攻擊力-5% 啊好煩喔 這個 你決定在念暴風 但暴風強念你受傷了 你發現了魔物古代種 與古代龍族戰爭的古代遺跡 古代魔物文明4% 似乎光輝燦爛21% 最大生命 女巫 奇異符號 然後是抬起頭 冒險家可以給你刷 最後只要想要點代價 喔那就祝福啊 攻擊力加15% 但是我失去了15%的生命 然後桌邊死靈法術的氣息 讓你格外壓抑 來打架 啊我一直在往上打耶 所以我好像沒到第二張喔 這還在第一張裡面 有看來我們開局真的很痛 有沒有機會開局再痛一點點 弱小史萊姆 來直接敲爆 一發 喔直接電 哇這個太香了吧 至少現在啊 誰知道後面會怎麼樣 攻擊使敵人中毒 怒氣觸發時小機率 觸發冰刺 以學技能 觸發冰刺 算是我現在沒有怒氣 等下如果開局怒氣就好了 爆傷女妖 哇哪里看過這個東西 是那個約瑞科的技能嗎 你發現一個營地以來 回血 狼豪讓你警戒不已 來 我蠻希望看到這個遊戲的課金的部分 這才是這個遊戲的重點 喔 哎呀我打 我這一套是打小兵好用 打王好像有點危險 哎唷連技 啊剛剛是怒氣吧對不對 我現在沒有東西 126 再一下 好像快要到極限了 繼續 黃金寶箱 為什麼寶箱是寶箱 在那邊抖來抖去呢對不對 生命值上大幅上升 第一回合發射爆竹時敵人暈眩 反擊增加 反擊時回復生命 喔都不錯耶 但是我想要 好 我現在都選 以第一回合殺人為主 完全沒有想要幹嘛 你遇見的天使選擇一項 那就是攻擊力UPUP 156 小精靈他對我治療 大吉 我這等於是算骰骰子對不對 然後是或是砍樹對不對 你撿到了一個箱子 打開又近視一本 王國之劍 奧爾加爾寫的騎士戰鬥指南 攻擊力加21% 哎唷攻擊力很高 落單的哥布林阻止我 他是不是說我可以打到哪裡 就打到哪裡 就是我 他用的難度會越來越高 然後是 我可以突破到越來越遠 那感覺一局要超久 攻擊力上升雷電傷害增加 生命值守勢 那攻擊力再高 好像沒有高很多耶 史萊姆 我們直接開局可以打掉兩隻吧 先電 先一發再電 我連傷害都還沒有傷害 對嘛我就說很香 什麼意思 你發現了一座古代廢墟 探索 70% 就只有一個東西會死 應該沒那麼衰 啦 加30% 然後是 蝸牛王子 經驗值加20 矮人鍛造爐 加固了自己武器 敵人 對面一隻 我們先 第一個暈眩 再電 然後再一刀 哇 只要是一刀 並命的都很香 普通攻擊傷害 技能傷害減少 連擊率 攻擊時可疊加 那就來 連擊精通 哥布林阻止了我 他看起來很飢渴 你看著這一隻 覺得很飢渴 不錯 哇 他連 這個Build 有一點小舒服 不知道為什麼 守望者 古代獸骸 欸 死靈法師 反正1300多 一發 138 再一發 連擊 呃 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連續打兩次 我們現在金錢有1000多塊 等一下那應該是外面的事情吧 營地完好無損 補血 484D 我的血量好像有點少 正義友誼勇士 這應該是BOSS吧 2000多滴耶 完蛋了完蛋了 啊 因為暈眩啦 所以我可以多打一下 可是 沒了沒了 我的開局的威能沒了 喔 大絕 呦 我有怒氣的時候可以多靠一次 對方也有 德馬西亞 靠要 欸 不是 等一下 同學那個盾太噁心了 欸 60滴 哇 你每一下都有盾 欸 不對不對 哇 好 我們現在打到多少 第幾回合我也沒看到 1000多塊 39天 哇 這感覺一局要很久欸 如果到後面的話 不是破千嗎 風吹小鎮 這怎麼有點打打特攻的感覺 對 對啊 風吹商店 然後是 新人好禮 哇 感覺那個客廳這樣出來了 這個幹嘛 加攻擊 好 然後是免費 越來越名 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 你知道嗎 裝備功能 哇 更熟悉了 哇 越來越熟悉了 怎麼會這樣 哈哈 哇 難怪這款遊戲 哇 他是來跟打打特攻分題抗理的吧 傳說寶箱是不是有紙裝 可是能力應該都是不一樣 附加兩回合裁決 230劍氣 呃 商城禮包 這個是給我鑽石 好啦 那我們這邊 我先把廣告看一看 我們等一下回來 我先把這兩個廣告都看完 因為畢竟有東西嘛 呃 這個是錢 生命 防禦 攻擊 攻擊 再加 他初期攻擊好少 340 能不能再升一個 10呢 720塊 哦 那我剛剛那一局賺的還蠻多 還是他一開始就給我很多 我等一下再來看廣告 我先繼續再看一下東西 這個是帳戶綁定遊戲公告 這個先pass掉一下 背包 第一張 第一張 第二張 完了 我今天好像解不到欸 好 這裡都沒有 然後新人好禮是什麼 如果我出24塊 為什麼是24 4塊這個事情 這邊點 也沒有東西 要點這裡 第一天會給我一個子裝 法術之戒 術法之戒 進個三位釋放 對所有的人降下兩道閃電 我覺得 很可怕 好一樣 我們先來看一下吧 那個價 機率是0.4 上面的機率是1.6 哈哈 來等等見 好結果第二個廣告 我以為這裡要看三次廣告 結果他看完之後要5分鐘的CD 然後有發現 你免廣告卡有330塊 永久 這點還不錯 不過免廣告好像只有這裡而已 章節禮包 然後這個是超值精選小巷裝備 然後是 好這個禮包的部分 然後禮包商城 副本禮包 好我這邊也是要 好光看到就覺得好像後面蠻可怕 這應該就是副本吧 然後是什麼 挖礦 這應該也是有一個方形的東西 要慢慢往下挖對不對 這個是神器 應該也是某個裝備欄 要去強化的東西 寵物這麼快就已經有了 然後儲值的話呢 它是3200一單 然後是一萬兩千鑽 大概是1比4左右手除 會送你衣水 基本上要買的話 就全部給它拉完 不過這邊是沒有看到月卡 對啊 對啊蠻神奇的 還是我現在還沒有拉出來 然後我剛剛看了之後 它給我這個 流浪法杖 對敵人造成攻擊力的150%怒氣技 那我這隻剛剛給我什麼 150%啊不就一樣 傷害加30 技能傷害4.5 一鍵強化 42 哇靠這強化也差太多了吧 有強沒強差超多 喔這裡有了 寵物 第二張 第三張 第四張 第三天 然後有造型 身體還可以換 不過終究都是卡皮巴拉 這一隻 然後頭是 頭像 唉唷 我可以換其他角色嗎 目前看來好像是沒有辦法 然後 場景 是我的背後嗎 然後這裡還有錢 然後我們再升級一下 我們等於是 防禦好了 防禦好了 每一下就是躲著血量 預覽是什麼意思 好 哇 這要玩到什麼時候 前往新大作 解鎖英雄傳承 研究多種傳承技能並自由組合 哇靠這才是剛開始而已吧 對啊 那我們就 再來一天 領取獎勵 第40天 章節通關 要幾天啊 對吧 好我們就走吧 哇他一天好久喔 真的 這感覺到時候應該可以自動吧 這不能自動 會瘋掉欸 真的 我要這樣子按 他就等於是你連操作都不用操作嘛 全部都交給肉哥然後你每一次要做的就是省全技能 先祈禱 反正應該不會衰 這個時間騰超兇耶 目前看起來好像還沒有那個 自動這件事情 說明之後就有啊 每兩回合伸出一把背刀 普攻擊率有機會獲得怒護盾 戰鬥開始怒氣 其實我怒氣就是連技 來看一下 應該是過得了吧現在裝備都換了 差超多耶 可是我們的怒氣再一發 不一樣 行動機率有機會結束回復生命 兩回合飛刀 攻擊跟防禦 行動結束 先這個 我現在要的是存活下去 最怕的是你看 剛剛後面如果我再扛一下應該就凹過去了 有下去 大絕要放蠻久的 小仙靈 獻祭生命 獻祭攻擊 這好煩喔 只給你升級就對了 怒氣傷害每回合觸爆一到閃電 閃電 每回合幫我多打一下 史萊姆老者 這感覺其實也蠻爽的 反正你就是免費拿起來 那感覺就很開心 普通攻擊回復額外 但普通攻擊傷害降低 閃避上升 霍德盾 喔這些都不錯耶 那我們先給我護盾好了 為了活下去 感覺傷害是夠的 反而是一樣吧 這種遊戲就是均衡 除非是爸爸才可以玩到極致 最大生命值加15 我現在生命值很多 補起來就對了 再一套閃電 哇我現在根本就法師 挺可愛的 那後面到時候會不會有小 剛剛有寵物嘛 然後會不會有夥伴之類的 然後全部都要升級 然後夥伴也有裝備 戰鬥開始時攻擊力翻倍 普通傷害 攻擊暴力增加 暴力增加 傷害翻倍 暴擊時 普通暴擊率 好這個上去 你看他普攻暴擊率耶 對啊 大擊 經驗值增加升級 怒氣施放時兩個閃電 第一回合反擊力100% 喔 等於是我有機會再多輸出一回合 釋放怒氣兩道閃電 都好想要喔 好走吧 兩道閃電 因為我剛剛有點怒氣 我是蠻想要怒氣給他點上去的 25天 我們目標是40天 我們每一回合都有一道閃電 你扛得越久我們越兇 而且剛剛那個吸收好像沒有意義耶 對吧 我剛剛不是有一個3kit吸收 所以我要一回合打到3發才可以耶 所以那個是這個意思耶 啊 我等於是我一開始技能沒有東西 打開 反擊率增加反擊時回復生命 暴擊暈眩敵人生命增加 反擊率增加 OK好 法師會反擊 遇見的惡魔先定契約千啊 看那飛刀是什麼東西 除非他有分物傷跟法傷 又一個大吉 這該不會之後也是可以克定的東西 經驗值跟攻擊力增加 死靈法術 沒事沒事直接弄下去 我們開局就3kit 如果3kit可以現在可以補血 看一下 我們的暴擊率有上去了 剛剛終於爆了一發 省了一些血量 所以我覺得這個遊戲 續戰力應該蠻重要的 續戰跟防禦 對 只要這兩個有回血跟防禦 然後怪物打不穿 我是不是就很硬 剛講完了 哇 馬上有吸血 哇兩個 這樣打個好 先來個吸血吧 好 畢竟我覺得我的hit蠻多的 史萊姆向你求助 幫助他 加攻擊 偷襲他會給經驗值 又一個大吉 這局大吉好多 是不是故意的 推到生命值加21 金幣加100 64滴 有吸血嗎 好像都沒有吸到 今天只是45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大家會推薦環遊線 還蠻奇妙的 老實說 還蠻奇妙的 但是感覺克是一定有克 剛剛看到那個狀態 就覺得很克很克 怒氣施放護盾 然後是行動結束時 有機會回復生命 護盾好了 我蠻容易有那個的 護盾就等於是補血 我現在血量其實有在扣 彈斗 我現在怒氣 能不能開局給我怒氣多一些 剛剛有一個什麼 安裝好的聲音 應該是我模擬器自動在幫我做什麼事情 好 走吧 第40天 剛剛是39天 真的是一天一天 打BOSS了 有有有這個護盾很香 哇 對方反擊一下 哇太激烈了太激烈了 我剛剛是不是吸血了一下 有扛住有扛住 他沒有一行一行看 看不到 拾取 寶藏 不知道有什麼運氣 有一種背包戰爭的感覺 連擊率 怒氣可以施放兩次 暴擊率連擊率跟反擊率 哇哦 反擊率 好 你有反擊可以回血嗎 走 小級 戰鬥 我先打一下 這時候 開大 下去 很痛 我的血量好硬 好痛 回復生命 反擊率在提升 我現在3HIT很重 很很很基本吧 現在仔細看一下 唉唷 下注 下注狼人75%機率 78%機率贏得15%公斤 38%機率贏得那個 那當然是下注狼人啊 你贏了 好 然後是下一天 我想看我的回血是回多少 幸運轉盤 這真的不是跟達達特工同一間公司嗎 這 這不是嗎 轉動 我可以再轉一次喔 可是要噴那麼多血喔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再一次就好再一次就好 這其實每一關也噴蠻兇的 這什麼 每兩回二射署 每一把飛刀都有機會去觸發閃電 好像挺弱的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你從一個流浪商人 買到藏寶圖 找到傳說圈 但什麼都找不到 坊間盃 呃 獻祭 還是50%機會 玩 我覺得有點小微 血 回滿血 行不行 欸 好啦 我現在蠻想要回滿血 我剛剛甩了兩次 感覺偏虧 經驗值 戰鬥 哇到第60天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贏欸 打不贏就 喔這個護盾 墊一下 5下 5下 有沒有覺得回血 喔這個護盾太重要了吧 哇這個護盾完全救了我欸 我的天啊 又要打一場 太誇張了吧 有沒有來個直面的東西啊 有護盾 喔這個 50%護盾好像很香 6 123 補血18滴 才補18滴而已喔 臭臭傷害150 但無法觸發其他效果 命中時產生雷暴 攻擊力上升 但生命上限下降 呃 雷暴 雷暴雷暴 可是那個機率也不知道多少 他應該把他寫出來吧 攻擊力加7% 炎鼠 高塔 這跟方箭盃不是一樣嗎 點燃 升級一個技能 喔 每一回合觸發 護盾量增加 喔 護盾量增加 我現在知道護盾很重要 我目標是要扛到60 感覺應該60會就是結束 喔有護盾 然後開大 是不是有護盾 然後我們這邊又補血 下一天 長劍魔術 我根本就不是拿長劍啊 他剛剛是不是都是跳那個什麼巨人什麼什麼東西 金幣加100 領悟 怒氣傷害增加 每次釋放怒氣 每次釋放怒氣劑減少25% 喔喔傷害量會減少 連擊普通傷害上升 那就是 連擊石攻擊上升 怒氣值 怒氣精通 領悟傳承 有沒有機會給我一個傳說技能 我總覺得沒有那麼歐那麼多次 我總覺得好像差不多該 來 喔喔好險 好可以 來走 第60天了吧 還不錯喔 最後一天幫我補血 華麗的王子攔下了你 宣稱會帶走你的毛 哇7000多耶 這打不掉吧 這怎麼可能 太故意了吧 不可能吧 這有辦法嗎 唉唷 有沒有機會 哇靠 欸同學那太扯了 哇操有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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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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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怎麼可以打到那麼刺激 我不知道為什麼可以那麼的開心 有了有了 欸那是boss也太噁心了吧 然後呢 博安 海伯利安 還好有通關 啊有了有了 我們可以看到其他東西了 哇你還要通關第一個才可以拿到 那就是叫我一定要拿下一局啊對不對 兌換地址通知 呃你可以前往下列地址兌換 喔好這個是換東西的地方 等一下他跳出去了 我們回來一下 有了我們這邊回歸之後 我們的這裡還沒有 外觀能變了嗎 身體 喔有這一隻 外型是蠻那個的 各拳卡這應該就是月卡吧 啟用 啟用 啟用終身卡跟月卡可以啟用超級會員 可以有專屬頭上框 免廣告 剛剛看到的 月卡 戰鬥三倍數170塊 然後每日支付加1 遊戲加速然後 由歷程加速模式 就等於直接衝吧 終身卡副本加1 金幣獲取980塊 然後購買後立刻獲得 每天可以獲得額外無時間體力 自動挖礦卡 永久嗎 如果這個是永久 那除了月卡以外好像都必客 如果你要玩的話 對啊 終身卡但這應該也是無限的概念 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款遊戲的點閱是如何 然後的話是通行證 啊最可怕的東西 通行證的話是330塊 30級可以解鎖 天賦基金是640塊 可以獲得這樣子的鑽石 然後呢 挑戰之塔 是 一樣有基金 然後地牢基金980塊 好都是基金 那再來是我們的7日 這個是遊戲剛開始的話 的東西 那通常的話按照這個狀態 這個頁面 我覺得啦 到第七天的那個東西一定是很好 但是很像是 你不課金應該是做不到 我猜啦 這是我猜的 因為以達達推工那個方式去玩的話 好然後呢是 哎呦有兩個寶箱了 有沒有機會給我好一點的東西 我們等一下再玩一局好了 這個是生命符石 生命值加60 防禦加5 然後再一個 弓箭 武器暴擊率 哇 所以他有很多流派就對了 然後我這邊還有兩把鑰匙 這個是強化石 又是強化石 我覺得好像被笑一樣 然後一樣 我們再看一個廣告 來等等見 好這邊拿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什麼 有一個裝備 就這樣 然後又有戰力 越來越可怕 好先把我們的法術升上去 然後我們的 對啊你這些 反擊率 武器暴擊率 這個是攻擊是反而一般的 這個是給我技能傷害 所以我們拿這個是玩技能流就對了 這個還有流派喔 真的假的 那應該是隨便分解吧 百分之百 反環降頻 懂 收到了 然後我們可以繼續再往上升 那看來的話 我覺得我先升防禦好了 每撿一滴血 就是 一點生命值 對啊 而且 喔 沒有沒有沒有 他還是可以 還是有上限 那就先增加傷害 然後還有東西能選嗎 目前看來沒有 我可以再買生命值 反正都得買 都買完了 然後我們還有東西嗎 沒有 然後寶箱 剛剛的 只給我這樣子而已喔 好章節通關 有一個金的 再去開一下 金鑰匙 盔甲 至少有新的裝備 然後是戒指 攻擊跟防禦 所以說 先裝備 生命值 反正都永久會拿到嘛 那這個的話 裝備是 另外一個戒指 這是腰帶吧 戒指 法術之戒 所以戒指可以篩兩 攻擊力2 攻擊力防禦力 然後每隔三回合四放兩 兩道閃電 總覺得這個遊戲到後面應該會非常瘋狂 稍微的來看一下 那個 武器的部分 S級武器 風雨者 武器暴擊力12.5% Level 4 180%傷害 投擲三把飛刀 武器暴擊死呢 會投擲兩把飛刀 普攻擊會額外回復10點怒氣 全局攻擊力加25% 飛刀傷害加35% 這是飛刀流嘛 飛刀每次命中主角增加2%武器暴力 5%暴擊傷害最多跌加4% 所以感覺這應該沒有70的職業吧 應該也有 但是我覺得選技能好像比較重要 天使弓 天使飛刀 弓箭就是飛刀就對了 每投擲三把天使飛刀 將化回兩回合的天使 我總覺得這玩到後面應該也會變成無敵的狀態 對啊 我覺得 然後這是吸血 唉唷這吸血還不錯耶 這有什麼技能 哇流派還蠻多的耶 而且如果他抽到全部都可以亂玩的話還不錯耶 好走吧 我們再玩一局 結果莫名其妙玩了超過30分鐘 選擇一個技能 釋放3次閃電每回合一次閃電 打王的話會這個比較香嗎 兩把飛刀打王 我們還是目標是看有沒有機會推王 因為我前面推得再快好像也沒什麼差 終於是打王的那個瞬間有沒有辦法持續輸出 這個這麼快 女巫 攻擊力加15 等於是給我30 魚人 哇 他直接跳過來 再一道天 但我每回合是兩個hit 如果有機會每回合三個hit 每兩回合 我還可以重新整理喔 這個我不看 釋放怒氣值獲得盾牌 好不行一定要用這個 所以兩回合是多一個飛刀 等於兩回合多一個三 hit 然後我可以補血 我長期下來的話 我補血會不穩多 畢竟我現在還沒有滿血 然後是額外怒氣攻擊力翻倍 重新 有點想要重新整理 普通攻擊額外回復怒氣 額外回復怒氣 然後前方敵人出沒 可以悄悄離開喔 當然是打 誰在那邊閃的 打到哪裡是哪裡 他的普通攻擊是 該不會包含我每一下hit吧 但這樣我只要一回合4hit 不就無敵了嗎 對阿 巨人遺跡 攻擊力加21% 金幣加112 走 1 我現在其實應該要講的是3hit 對不對 因為我的大絕 怒氣技釋放只會冰刺 閃避暴擊率 那我們來個 冰刺 我現在只靠 我一直在記著hit的補血 可是也要拿到 拿不到也沒有意義 對吧 走 可是這種遊戲蠻可怕的 他雖然說挺可愛的 但是換句話說 就是他的強度都是關係到那個關卡的部分 對 感覺到後面應該爸爸都會推到底吧 發出挖出相同的獎勵 5400 有可能 不可能吧 你剛剛提示我了 沒有 3600 蠻多的耶 可是是遊戲外阿 我要是遊戲內阿 遊戲內對我來說比較重要 除非那個錢 未來可以幹嘛 456 冰凍 又有護盾 有沒有給我怒氣 生命回復效果 兩把飛刀 首次三回 首次 只有首次而已嗎 那我寧願 選這個 OK 飛刀 哇靠 一次兩隻喔 真的假的 2 然後第二回合嗎 1 2 墊下去 有護盾 喔 飛刀到 飛刀是這個意思嗎 應該說好像第三回合 第一 初回合不是第一回合 巨大惡魔果實 攻擊力21 金幣增加 我想要加能力啦 不要給我錢 然後這個是營地 我們這樣應該能打到40 應該是極限的吧 這個是Boss嗎 3000多 感覺是耶 感覺有機會有機會 有護盾有護盾 護盾太重要了 中毒中毒 哇靠 中毒1000多 哇兄弟太空了 不對 懂了 我大概知道這個遊戲 以目前的狀況而言 能怎麼樣 好啦 如果你有什麼興趣的話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如果我看狀況還可以的話 你就會發現 我可能默默在開直播 默默的在拍這款遊戲 總覺得這款遊戲 好像有那麼一點有潛力 你知道嗎 啊這個有什麼 我每次講完就有一個新東西耶 哇靠 這個可以跳過 下一層 這個就要花券了 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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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前面也不能做什麼事情 他也不給你主動放技能 對吧 其實到後面好像沒有在看能力的 除非他未來可以打架 應該是可以吧 感覺這種東西不打架好像很虧 欸 沒了沒了沒了 打到底了打到底了 不能再動了 那我這裡就是純粹在強化裝備 然後純粹在抽更強的裝備 然後結任務 然後活動打一打 這裡有東西可以領嗎 有排行榜耶 我這個 我152名 不可能吧 一定是這個伺服器 第一名現在打到4隻6 所以外面應該早晚會打完 然後裡面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這邊還有副本 通過第二張 通過第三張 通過第四 第二張就兩個 OK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一下 我是PFI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了 3 2 1 拜拜 1 2 2 2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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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